今天这一期可能比较严肃不整活 我想向大家真诚发问一句 你见过凌晨4点的东京吗 我见过 每当我熬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会大半夜跑到新宿 到歌舞集听东宝电影院旁边 去参观著名的景点 该溜子广场 看看这个世界上丰富的人类多样性 一下子我努力的干劲就涌上心头了 好的 说回正经事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熬夜 不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白天喜欢摸鱼 把活留到安静的时候在做 所以最近我经常和深夜的东京打交道 大晚上干完活很容易饿肚子 我又不是特别喜欢高油高盐的东西 但晚上的东京卖的基本都是这一类 直到我找到了一家特别棒的 想给你们推荐的这一家 安静地开在东京街头的深夜师塔 曾经经常就想象过 有没有这么一家店像电视剧里一样 它在你疲惫的深夜里一直开着 只要你进去 它就能够抚慰你内心的疲惫 还能抚平你大脑褶皱 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里 这家小店开于昭和63年 它一直提供着简单的日式小菜 主打的就是家常食堂的感觉 如果你在日本玩 想体验一下最日常的和食 说正经的 别去那些又贵又吃不饱的怀食料理 那可不是日常 这种店其实更适合你 价格算是合理 而且也不难吃 我这就领你兴趣看一看 我坐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 现在已经半夜两点了 却还有两桌客人在里面吃饭 我坐的对面就是取餐冷柜 柜子里面没有的菜都写在墙上 你们看一看这些菜单 要说命名还是日本人会 比如一碗面加了一个鸡蛋 它就叫赏月乌冬 把鸡妈妈和鸡蛋都煮进去的 就叫亲自盖饭 这种名字说实话 脑回路没有一定短路的话 都是很难取出来的呀 取菜吧 小菜就摆在架子上 随便可以拿 价格也写在上面 说真的 这个价格是真的不贵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深夜来这家店的话 还要再加10%的钱 日本前首相的著名一言 在这家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挑一挑 就拿了四道菜 除了生鱼 其他三个都要让店员去微波路加热 来看看我选的是这四样 玉子烧110 烧豆腐220 藕片煮鸡肉19 金枪鱼刺身520 一碗米饭140 总价1180日元 再算上深夜加价 一共1298 这个价格吃一顿 你觉得怎么样呢 先从豆腐开始吃 虽然是煮过的 但是它先炸过了一次 里面的豆腐也没有煮散 外面裹的汤汁是粘稠的咸甜味 但是泡久了之后 豆腐的外壳有点软 也不是很入味 勉勉强强 只能给它个三分吧 日本的很多电视节目 拍美食的时候 都喜欢把食物加起来狂抖 就感觉他们的摄影助理 有点虚 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玉子烧 从麦相上来看 就是放了挺久的感觉 但是让人很意外 吃到嘴里口感竟然不塌 可能让店家考虑到了 做出来之后 它就是会在架子上放很久 所以吃的时候呢 并不觉得它散 反而厚厚的 吃起来非常的扎实 可以给它个七分 如果要用日语评价它的话 就叫做 中嘞 偶片也是煮过的 但是它还能保持脆爽 既能入味 又能有好吃的口感 而且还加上牛肉 使它口感有不一样的变化 嗯 很有水平 相比起来和它在一起的 鸡肉就没有那么惊艳了 偶片单独 我可以给它个八分 但鸡肉呢 只能有六分 最后打开 就是这个最期待金枪鱼 加上店里专用的酱油 你看这个肉 很肥很厚 便宜是便宜 用料一点都不将就 和这个价钱对比起来 真的很厚道了 直接吃一口看看味道 哦 我的手忍不住颤抖 再来吃一嘴 啊 这是直冲天灵盖的鲜美 我都控制不住 用手捂住了嘴 到底为什么这个味道 这么刺激呢 我左思右想都 想不出一个原因 啊太难了 非常好吃金枪鱼 使我的眼泪流出 这是能够被完成的新鲜 爱来自玉图丁 而且你们看 寿司 我曾经在超市 买过一次打五折的寿司 就是那一次我学到了教训 哪怕它再便宜 也不要买放了太久的寿司 生鱼也一样 别买 然而这次的金枪鱼呢 却打破这个定律 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美味 最后秋风扫落夜 结束今天的战斗 可以说有了这家深夜食堂 夜晚饥饿和疲惫才得到了满足 然而吃完最后一粒米 最原始的欲望离去 理智又占据了上风 伯伯金向自己提问 现在几点了 半夜两点钟吃宵夜 咋胖死你呢